好 另外呢 還要帶您來關注的就是呢 新北市長侯友宜日前在總統證監發表會當中 提及了溫子俊重劃驅案 無人抗議 引發了當地居民不滿 新莊泰山合法防護自救會 九號就向立法院民進黨團遞交澄清書 痛批侯友宜只顧自己的土地利益 不顧市民居住正義 你一下如果是變成一頭 你能接受嗎 通批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稱 溫子俊重劃案沒有民眾抗爭 新泰合法防護自救會會長張文珍 一字一句難掩激動情緒 不滿被排除重劃 市府還是限制容積率和間閉率 三層透天措重建後只能蓋一間廁所 張文珍說自己抗爭三十余年 還曾集結上百人到市府門口 抗議四個小時 侯友宜不出面回應 還在樓上喝咖啡 我們曾經講三百人在109年11月16號 去市府門口喊了四個小時 新聞都沒出完 他也不出來他在樓上喝咖啡 你把我們住三百年中華民國的路 通通滅掉 我們居民門口路通通滅掉 通通去賣財團 那我們怎麼辦 自救會9號遞交陳情書到民進黨黨團 令立委質疑侯氏不為了商業開發 對居民假排除真徵收 怒批侯友宜只顧自己的土地利益 不顧市民居住正義 看看他對待這些市民苛刻的程度打壓的程度 跟他對待自己右育公司去買地 列地炒土地的狀況 大家就知道這是天壤之別 這種人配做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連新北市長都不配 對此新北市政府回應 自救會不願比照其他居民負擔 百分之四十五的公社才一規定 適用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反批民進黨誤導視聽 請民進黨不要從中挑撥誤導視聽 從一百零九年九月 侯市長正式啟動重劃拆遷 拆遷過程中 居民跟市府共同努力之下 的確沒有因為拆遷發生抗爭的事件 市府團隊還因此受到總統的表揚 這才是鐵鎮鎮的事實 文子鎮重劃抗爭再度浮上檯面 大選逼近也成為黨派角力的焦點 怎麼看選民心中自有定奪 記者江凱婷 林俊廷 台北報導 dz現在的時間檢查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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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